不用觉得奇怪 这里真的是香港 不过当大家看到这条片的时候 我也已经离开了 时间接近两年再重返回这个畜生地 今集可能会有点自私 因为内容 没有统计数据的客观分析 绝对会以我第一生的感受触发 这条片给自己回忆 也是记录和表达这次的回港 我对香港的新感觉和体会 这次我回到香港 主要是处理一些私人的事务 兼且想看看今天香港的情况 始终作为投资考量上 香港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 即使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报道 有各种对今天香港的评价 但始终每个人的感受都会有偏差 而且存在着大风向的因素 所以我个人做投资分析的时候 不是去看社评 看什么大康报告 而是亲身体验的考察和评估 这些是普通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事 才有我的个人感觉 今天香港比我感到的不再是希望 而是会令我感到陌生 不是因为发出发展而产生这种感觉 而是由以往充满着营商的机会 转变成同样的商户模式 现在是各区的商场 地步都是统一重复的店铺 我所知的不是LV Chanel Deloitte的名店 而是食市宅的红茶 酸菜丸首带柠檬茶 服装就是Yugei GU Miju 差不多是全港18区有近8成的商场 都是同一样的店 这种情况反映着整个经营模式 面对经济业集团经营的淘汰手法 消费者能够选择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我看到网上有些人指香港人往外移民而居 假期留在香港消费的人减少 没有了这些人所以香港经济才变得差 因为我们都是以离港之人 我都不是太说这种说法是否错误 但回到香港之外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误度的 香港不是没有人 主要人流集中地的人流依然有很多 只是问题是黄丁是不是黄财呢 最简单的观察方法 就是走出去中环尖沙咀的高消费区 2018年前就上街 会很容易看到有人拿着一袋一袋的紙袋 今天从游救地 在尖沙咀游走到3个小时 粗略地计算拿着紙袋的人也不见到超过20个 即使从名店外观察 也不见到有多少间有客人 更加不要说以前人要排队进去 可能会有人反驳指现在的网购容易 即使要买名牌奢侈品 也会改以去透过网上订购 不需要刻意去到实体店 我不否认这个可能性 但事实不能否定的是实体店的客源少了 前载客户改了在网购代替实体店的购物 对企业可能影响不大 但对在店铺的销售员来说影响很大 失去了实体店的客户 以靠销售业职来赚取用金的人会如何呢? 会出现收入减少 或者被迫来即使转行 民以食为天 人多又是否代表着餐厅会有好生意呢? 有些餐厅懂得利用小红书包装 吸引一些中国内地客人 放弃本地客人 做生意要寻速路 本地客消费力减弱 将目标销售着眼放在内地下 我不会对他们的反感 做生意都是求财 只不过会产生更多本地人对他们的反感 现在在香港外出吃饭 普遍人均消费都100元港元 在收入减少下 很多人的消费都只能够降级 每逢午餐、晚餐的时候 买两宋饭的人越排越多 这种情况令我想起97、98年 年轻的观众可能没什么印象或未经历过 不过相比那个年头 我会更加觉得今天更加难捱 那个时代 香港人最多是面对收入减少 虽然利息增加而公楼负担大了 不过因为全球经济差 物价也有同步下降 相对下只要咬牙关还可以捱得过 但今天不同的是经济差 市民收入减少 公楼负担增加 不过消费物价就没有下降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不是没有的 不过以今天的环境 这种想法和可能性根本是不切实际 天荒夜谈 早前祥和集团股东大会上 理事家族甚至班人都有提及的 香港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 只要香港有好的投资机会 祥和集团都会继续投资在香港 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呢 就是祥和并没有完全撤离香港的打算 但是从实际的商业投资那里去理解呢 即是他们眼中今天未有合适投资的机会 我并没有想着唱好或唱出香港的想法 虽然我已经离港 但作为一个机会主义的投资者 我只是在意香港是否有投资的机会 随着香港内地化 更多内地企业南下来到香港开店 香港人不想消费 内地运输物流开放了包含了香港地区 更多香港人融入大湾区 内地居民也融入来香港 街上讲广东话的越来越少 趋而代之的都是满口流利 讲普通话的人 我不是要说这些讲普通话的人不好 而是我想大致香港现在的情况 比两年前比得更加内地城市化 以往香港独特的营商优势逐步被蒙糊 对香港来说可能是一种速度 也可能是一种退步 对在港居民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对外资来说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陆续撤离 除了经营成本贵但无利低之外 还有的是相比中国主要城市 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大幅减弱 如果在没有比较的压力下 香港在国际间依然会很有吸引力 不过问题就是 今天的环境出现了有比较 上海与香港比较 广州与香港比较 深浸前海与香港比较 新加坡与香港比较 在同样投入成本下 能够产速的回报都比香港高 到底有什么优势 令外资会加大绝资 而不选择迁往其他地方 本身已经留在香港的资金 继续会是经营的 赚到就赚 赚不到也已经封了市本门 我之前曾经在这条片提及 对于未来 会不会继续投资在香港 我的答案是会的 不过经过今次回港之旅 我想再补充 我有提及 对于香港的楼市我并不看好 不过以自住的角度 你有需要才去买 投资的话就免购了 港股的走势 我们都不认为会太差 但也不会很好 比较大机会的是 发泡沉沉的上落市 要大牛市的大升浪 暂时目前看不到 未来五年有这个条件 身于香港比较多人关心的 都是想知道 是否赚到钱 其他事 闲事莫理 险定木齐的态度 再加上政治环境的变化 香港教育的改变 只能够说 现在的香港 是一个只用来赚钱的地方 而不是适合长期生活的地方 如果问我今天 香港还能做这些行业? 文化艺术产业 英国在10个月前 我已经是有公开拍片分享过 如果真正计及每月收费会员 更加是在2022年的8月已经提及 我这片的内容大多数都是说未来 但大部分人都只是感兴趣 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或者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很自然没有太多观众看的 不过没有太多人看 又是不是代表着没有价值呢? 就等于羊群效应的故事 羊群只会跟着大部分羊一起行动 一只羊向左走 全部就跟着向左 一只走向右边 其他就跟着向右边 回到人类社会 一个人做着一件事 其他人也跟着做同一件事 首批人可能真的能够得位而充 赚到巨额的财富 但后面跟着做的群众 又有多少能够后来居上的发达呢? 填鸭式的教育 只求量而不求创生的态度 追求大众演算法的思维 最终都只能够平庸地躺平 香港会不会再有 比过去20年更厉害的光辉呢? 我也不敢肯定 但我还抱有一丝期望 至于每个人的命运 就要靠自己能不能把握周期而上 如果你都认同我的说法 希望你来开始 帮我在下面点个like 我是Lokken 加油!